埔里镇琵琶里和平东路 左转中心路向内交叉路口 因转弯视线不良 时常有车祸发生 而几个月前更是发生死亡车祸的事故 日前在居民陈情之下 县议员林芳瑜也邀请正名代表 曾林喜、警察局、县府交通科 以及埔里镇公所共同来会刊 今天很谢谢我们林芳瑜议员 还有那个我们 曾林喜真代表 还有我们县政府的人员 政公所的人员 因为中心路这一条十字路口 它的死角非常的多 所以有的时候行人出入 还有车辆它都死角上 有的时候看不清楚 常常会掉落水沟 或者说会有一些人车相撞的问题 也很感谢今天我们林芳瑜 带着这么多的县府的人员 还有政公所过来关心 也感谢 也谢谢来关心我们这个地方的 那个道路的部分 县议员林芳瑜在现场会看后发现 此路口已安装三面反射镜 以及夜间爆闪警示灯 而路面及警示灯受损部分 也会请公所修复 并加上停、慢等这样来提醒乡亲 也希望乡亲行侵此一路口 要减速行驶 才不会让意外来发生 在这边造势进还有我们的爆冲闪光 以及路面这边都有做相当的一个改善 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 在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 我们现在有要求陷阱局地方 这边来做一个停慢的这一个字样 以及相关的这些设施 希望说能够改善 希望说能够减少车祸的发生 也希望说这边所有的用路人 经过这一个路口的时候 能够互相的尊重 用路人的这一个安全 能够停、能够慢 慢一点 由于此一路段 除了居民出入之外 也是许多乡亲运动散步的路线 副医长潘一泉也再次提醒乡亲 在行经路口应该要注意左右来车 才能避免车祸事故的发生 记者陈伟一 玻璃采访报道